晚安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10月16日星期五的天下新闻 原本计划于昨日所举行的第二场总统辩论 由于总统特朗普是不愿意接受总统辩论委员会 与线上辩论的安排 改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是各自在不同的电视频道 以摄灵会议的方式 接受了电视台主持人还有社区人士们的提问 向选民表达他们的证件 结果真正的格斗竟然是 特朗普总统与NBC主持人格斯里之间发生的 而拜登在ABC的访问 问题虽然尖锐 但是打者是有序而悠闲 犹如处在另一个时空 在特朗普总统表示不愿意接受线上辩论之后 拜登团队先安排了在ABC电视台上的摄灵会议访问 而特朗普团队则是要求在NBC的同一时间 与拜登打擂台 尽管NBC提出要由防疫专家福奇确认 他无新冠传染的苛刻条件 特朗普竞选团队也接受了 由于第一场总统辩论 两人潮得一塌糊涂 所以在电视台的摄灵会议 其实是展示两人证件的好机会 但没有想到NBC摄灵会议一开始 特朗普就打断并批评了 女主持人格斯里提问的前提 使得格斯里不得不用极快的语气 步步紧逼的提问 从特朗普上次总统辩论当天 有没有做新冠测试 应否戴口罩 有否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倒如选举失败 如何处理等 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以至于特朗普竞选团队 有人事后质疑 格斯里是否是拜登的代理人 格斯里昨晚一再追问 总统特朗普在新冠检测呈阳前 什么时候做过检测 并且反复追问 第一次与拜登辩论当天 是否有测验 特朗普则不断闪避 一直说他不记得 可能做了也可能没做 而当格斯里则问他是否应该谴责 被FBI视为潜在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的 右翼网络阴谋论匿名者的时候 他也一再推说对匿名者一无所知 当格里斯问他 为何转发本拉登被击毙是假的假新闻时 特朗普表示他只是转发 让大家决定 而昨晚在隔壁ABC台举行的摄灵会议上 候选人拜登则显得轻松自如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 平心静气地表达对美国面临的新冠病毒 和复工复刻等重大挑战的应对计划 以及他对恢复政治规范的承诺 拜登表示 希望自己的话已经回答了选民的问题 但他仍然为表示 他是否支持一些左派人士 关于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呼吁 但重申特朗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 巴瑞特不应该在大选前获得国会确认 他还为1994年制定的一项涉及广泛的 刑法法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辩护 表示他并不认同该法案的某些部分 例如为强制性最低刑期铺平道路的 三证出局条款 一场总统辩论变成同一时间 在不同时空的各自表演 让选民很难比较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表现 专门统计收视率的机构 尼尔森周五发布收视率统计 在ABC电视台及网络上观看拜登摄灵会议的观众 有1220万人 高于在NBC及网络上观看特朗普摄灵会议的1040万人 不过该项统计没有将MSNBC和CNBC的观众计算在内 两位总统候选人下周四还有一次面对面辩论的机会 原以规划的10月22日第三轮总统辩论 两个阵营至今尚未做出要改变的迹象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非识募辉辉之》 《非识募辉辉之》